今年4月中旬财团法人新北市私立金树慈善基金会 帮助花莲黎明教养院抬换一台洗衣脱水机 当时董事长张福源得知院方烦恼隔离空间不够 20号金树慈善高尔夫球协会再次的来到黎明 并捐赠了29万4千元 帮助院方增设一间照护隔离室 期盼使传染疾病的分仓分流机制更加的完善 让院生健康更有保障 今年4月中旬新北市私立金树慈善基金会 到访黎明教养院并捐赠经费 帮助院方抬换一台洗衣脱水机 当时董事长张福源得知院方烦恼隔离空间不够 于是20日金树慈善高尔夫球协会一行20人再次来到黎明 并捐赠29万4千元 帮助院方增设一间照护隔离室 期盼使传染疾病的分仓分流机制更加完善 让院生健康更有保障 利用打高无求去做慈善去关注弱势团体 黎明也是我们长期以来做资助的一个对象 那以在这边我们也知道说 在这边现在很多资战团体 因为疫情的关系募款更困难 然后我们也跟球友讲说 那黎明刚好需要一个隔离病房 那我们就借这次的活动来帮黎明 把这个隔离病房的费用来做一个募款 在这次的防疫迫切的期间 我们黎明增设了一个隔离室 这当中需要的设施设备 当张董事长一听到我们这样的需求的时候 就呼朋引伴集思广义 共同为黎明的需要负一份心力 在此代表黎明谢谢大家 在这次防疫当中的对黎明的关心 也谢谢金树慈善基金会 还有金树高尔夫球协会 在这次的隔离室的设施设备 大大的帮助我们 让我们黎明在今年当中 面对防疫的议题更是力上加力 金树慈善高尔夫球协会会长谢永春表示 在董事长张福元号召下 短时间内募足经费 解决院方当务之急 院方表示 黎明教养院主体建筑物 与许多硬体设备 近年面临老旧而故障的问题 上有15组空调需逐步太旧换新 将有一大笔经费仍需支出 期盼各界能持续捐款帮助黎明 让院生在最完善的软硬体重护下 迈向自立 捐款专线038-321-280 记者讲方业华林市报导